王菲流产谢霆锋痛哭。 锋飞复合后迟迟不结婚的真相很多人不知。 点了好文章。 娱乐新闻。 检举此篇。 王菲与谢霆锋这对姐弟恋一直是网友们热议的话题,两人突破重重阻挠硬是在一起了。 王菲与谢霆锋真的是真爱吗? 还是只是想利用对方抚慰自己有效的心灵呢? 据悉,四十几岁的王菲还冒着高龄产子的危险怀上了谢霆锋的孩子,这又是不是真的呢? 不过又有传言王菲已经流产。 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呢? 下面小编维迷已清一下思路。 王菲与谢霆锋2014年世纪大复合后,甜蜜交往两年多。 尽管两人对恋情低调,仍不时传出婚讯,小俩口一举一动也都备受瞩目。 而总是酷酷的王菲在谢霆锋面前,犹如小女孩般,抓谢霆锋手放进口袋取暖。 此前王菲怀孕流产谢霆锋痛哭仪式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看来王菲和谢霆锋复合以后各种两人的传闻还是很多的。 关于两人的风飞恋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为何两人要不顾一切的在一起呢? 一起去看看吧! 王菲谢霆锋被拍 2008年的时候香港每天爆出王菲八月尾怀孕两个半月后流产,后有医护人员指王菲试经医生检查后,发现胎儿出现异常,不得不忍痛接受人工流产。 据知,王菲自生下唇恶劣女儿李咽后,一直有阴影不敢怀孕。 6月底她终于要冒着39岁高龄的危险,再怀了第三胎。 怀孕初期,她非常小心,定期接受妇科医生的检查,确保胎儿正常发育。 不料,后来,医生从超生波中经见胎儿发育不健全,夫妇经过慎重考虑后,终于忍痛接受人工流产手术。 王菲短发,据报道,王菲每次怀孕都与组织,怀手开斗镜铜,因胎盘前只被破开刀,第二胎生了吐唇的李咽。 由止,王菲因两次剖腹生产,令子宫臂变薄,导致第三胎出现异常,最后要人工流掉。 王菲李亚鹏亲密 媒体说,王菲流产有迹象可循,本应要留家安心养胎的她,却独自飞杠四天疯狂购物,顾佳的李亚鹏,也一反常态被发现频频在夜店出现。 李氏夫妇的异常现象,正好反映出两人心情欠佳,要出外发泄减压。 王菲李亚鹏照片 经理人陈佳音昨天突改口,指王菲怀孕是美丽的误会。 王菲流产,李亚鹏和王菲经理人说法各异,出现矛盾。 经理人陈佳音昨天突改口,怀孕是美丽的误会,是我听错了。 媒体报道,陈佳音在7月,王菲怀孕40天时,曾难掩喜悦,第一时间向媒体证实,是真的怀孕,恭喜阿菲。 但她后来却说,是王菲的月经之来,我以为她是有了,是我听错了。 其实,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怀孕。 总之,我现在的回应就是这样。 接着为封住记者的嘴,她说,其他,我不想再多讲,只能讲这么多了,不好为难我了。 王菲怀孕,另外,王菲的好友赵薇和李亚鹏的旧爱周迅在广州出席电影画皮宣传活动,被问到有传闻指王菲胎而不吻时,周迅表示不知情,而赵薇则说,不知道,不清楚。 李亚鹏的经理人马家也在长途电话中说,王菲的事打给陈佳音,艺人,李亚鹏,私生活,我从来不回应。 李亚鹏曾承认老婆怀孕却拒绝做出任何回应。 媒体说,王菲被证实怀孕后,李亚鹏曾对记者说,我想多一个孩子没什么不好吧,可以多一份亲情,多一份责任,也多了一份辛劳。 之前,她表示已有一女,李亚,希望第三胎能生一子凑成一个好字。 王菲怀孕流产谢霆锋哭是怎么回事? 风菲复合后为什么不结婚? 谢霆锋当众问王菲安慰流产的王菲。 谢霆锋生日的前一天,风菲二人分别出门,各自为乐。 谢霆锋举着咖啡出入于银行之中,之后便再度回到王菲家中,而王菲则在傍晚独自外出与有聚餐。 不禁有人猜测,难道他们之间略有波澜? 王菲谢霆锋接吻被拍。 等到谢霆锋生日当天,二人却直接闭门不出。 在生日那天,谢霆锋的香港好友杨鼎丽在网上晒出一张谢霆锋切小熊蛋糕的照片, 想来应该是专程从香港赶来北京前往王菲家中为谢霆锋竞生。 谢霆锋年轻时候的照片,就在生日后的第二天二人终于同时出现, 不过这次谢霆锋又提着蛋糕,看来还要再过一次生日。 不过在一斟酌却突然明白,生日时是谢霆锋带着王菲和自己香港的众哥们欢聚, 生日后是陪着王菲与他北京的好友聚餐, 他们二人合体将双方的好友都一一见过, 这又是意欲何为呢? 二人复合后迟迟不结婚。 丰飞复合后,两人一直高调秀恩爱,屡次被传婚讯。 谢霆锋经纪人霍问希最近在被问及丰飞结婚话题, 霍问希联盟否认,表示两人绝无结婚打算,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 谢霆锋出道以来,霍问希一直担当他的经纪人, 两人关系甚密,也就是说霍问希是最了解谢霆锋的人。 霍问希的一席话立即遭到网友们的围剿, 谢霆锋不打算和王菲结婚, 就不应该和王菲复合,这样对王菲很不公平。 王菲对比赵 王菲比谢霆锋大11岁, 今年已经46岁的他在婚姻路上耗不起, 更等不起,假如几年后两人再次分手, 50岁的王菲气不更惨。 现实生活中,天才情商一向不高。 因为有老天赏饭吃, 有几个天才需要动用太多思虑去争取些什么呢? 人类最高级别的教育其实是挫折教育。 王菲在生活中可被教育的机会太少。 他有歌唱的天赋, 又一流水准的经纪人, 还有别人没有的那点会跟, 他很清楚自己在娱乐圈拥有什么样的情商水准, 那做制作最简单的事, 少说,不动。 能教训他的, 让他享受公平待遇的, 只有诡语的人心, 抢求不得的情感。 当年和谢霆锋恋爱时, 他说过一句, 反正男人都花心, 不如找个帅一点的。 那时他刚刚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 相信当年他也真是这么想的。 王菲谢霆锋昔日救赵。 谢霆锋能接受有过两个老公, 为两个不同男人生过孩子的王菲, 却接受不了为他自己生过两个儿子的张柏芝。 风菲复合告诉我们, 爱情是这样的自私。 若他够爱你, 哪怕你为别人生过两个孩子, 他披荆斩棘, 也要同你在一起。 若他不爱你, 哪怕你为他生两个孩子, 他依然要离你而去。 爱, 从来不因感动而善终。 曾经张柏芝说谢霆锋天天在家打游戏娃娃都不抱更不要说加入了, 现在再看下谢霆锋为王菲思佳定制12道风位一起做加入, 男人是啥样子真的完全取决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如果他一直不为你改变, 不是他个性有问题, 是人家确实不爱你。 王菲谢霆锋被抓拍。 现在终于明白了, 霍问希说风菲绝无结婚打算, 不是谢霆锋不爱王菲, 而是王菲害怕结婚。 必定比谢霆锋大11岁, 谢霆锋年轻, 帅气, 这是她的资本, 今年35岁的霆锋, 再过十年, 还会有大把大把年轻漂亮的女人围着她转, 而再过十年的王菲, 56岁了, 连老男人都很难找了, 这是现实, 看清了, 才叫理智。 徐晴说过, 婚姻不是用那张纸来证明的, 孩子才是。 每段恋爱你都认真过了, 跟体验婚姻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恋爱了, 你们共同生活了, 一年两年三年也是婚姻, 为什么大家老是盯着那么一张浅薄的纸, 这是让我挺不屑的。 这大概就是王菲很想给谢霆锋生个孩子的最真实想法。 王菲演唱会照片, 网友们不停围剿谢霆锋的经纪人或问惜, 谢霆锋不打算和王菲结婚, 就不应该和王菲复合, 这样对王菲很不公平。 王菲比谢霆锋大11岁, 已经46岁, 假如几年后两人再次分手, 50岁的王菲气不更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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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